好了 大家晚上好 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什麼菜式呢 又是一個很簡單的菜式 就是涼瓜炒這個是福建魚摘 什麼來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潮汕地區和福建沿海 有很多不同的摘肉的做法 亦有不同類的海鮮的製品 今天我走過豆腐店 其實我之前也拍過影片介紹過 那次我用來做麵食 這次我用來炒 材料方面很簡單 有一條福建魚摘 通常每天是新鮮的 所以很新鮮 接著有一條涼瓜 終於我這次可以做得很精緻 接著就蒜蓉豆豉 辣椒 接著就蔥 就這樣 沒有了 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菜式 這次我開機 主要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是怎樣切的 魚摘就斜斜的片 這樣就好像是切魚蛋 魚片一樣 福建魚摘就很香口 大家看不看到它的質感 多大塊肥豬肉 對呀 我就是貪它這樣夠香口 OK 都不算多也不算少 十塊八塊 過一下口癮 主要就是我想 我不是一頓飯 我不是做一個菜 我做好多個菜 就是兩三個菜 一次 希望可以有些菜 但如果只吃菜 就很dry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我當然要找些配搭 一些組合 這樣就可以又有菜又有味 OK 行不行 好了 待會我開鍋的時候 再開機和大家分享 基本上很簡單 一條涼瓜 這個就是泰國的油腐瓜 這裡一條大概是300克左右 即半斤左右 這麼多而已 是啊 是這麼多的 沒辦法 因為其實這裡多了一點 但都沒辦法 大家都知道 沒辦法 很完美地配搭 因為我們不是職業廚房 那這些腐瓜 我就是拿鹽拿過 脫了水 然後再沖乾淨 再浸淡它 這樣就脫了水 OK 至於怎樣脫水 我在說明那裡 再給大家分享 即是怎樣去做脫水這個動作 是這麼多東西的 沒辦法 簡單嗎 簡單 其實很多好吃的東西 可以很簡單 OK 好 待會開機再分享 下鍋的時候 我現在正在大火燒鍋 等它見煙 然後見煙之後就下油 下一點 現在先做什麼呢 先和福建魚雜 先炒一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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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那些福建魚雜 炒得更加甘香 我們是需要 是藥略走一走油 OK 所有都是 大家見到 我和魚肉 我炒魚肉片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 藥略走一走油 就可以更加香口 OK 大家見到邊邊有一點點焦 是正常的 記住 不需要是很… 就是… 要走油走得很厲害 輕輕 大家見到邊邊有一點點焦 就可以了 有一點焦香就可以了 好 接著再放進去 再繼續燒一燒鑊 這個過程我們一定是需要的 大家要記住 這個是… 我們是不能… 走盞的 不能偷懶的 OK 好了 現在它又見煙了 然後加一點點油 輕輕就可以了 最緊要是炒得起 因為為甚麼 今天我的份量很少 真的很精緻 這次 將這些蒜蓉豆豉辣椒 放進去起鑊 先爆一下 一樣 等它出一出味 好 接著這個時候 我們就放這個苦瓜 下去了 這樣就… 兜均勻它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一點點糖 放一點點糖 放一點點糖 去炒這個苦瓜 就可以令到它更加脆綠 還有呢 就可以減少苦味 OK 好 放一點點糖 淋一點糖 好 我淋一點點糖 加一點糖 然後呢 過一焗它 數30秒 如果大家不想數的話呢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用手碰一下這個位置 這塊玻璃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會有辣手的程度 那就代表可以了 好了 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把魚片 這個魚札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魚灑走 好 然後加少許蠔油 大概一茶匙 然後加少許的老抽 少許就可以了 不用多的 然後呢 豉油拉下去大概是一茶匙 這樣就拌勻 好 然後呢 之後呢 之後呢 再加蔥倒 炒出蔥香 好 搞定 吃碗麵 是不是很快呀 這個菜是不是很快呀 是啊 其實呢 我們不需要太過複雜 有很多東西 不需要想到太複雜 OK 今天呢 其實呢 這個菜呢 就是我自誇啦 其實呢 炒得很美的 大家見到 乾不乾身呀 乾身呀 大家要記住 經常都說鑊氣鑊氣鑊氣 如果呢 大家呢 就是你不去 去處理呀 就是 去 去 這個 留意呢 它那個乾身的程度 大家看一下 我的鑊乾不乾淨呀 又沒有黏鑊底 又沒有水呀 就是大家呢 整天都說想吃到鑊氣 但是呢 就整天呢 都炒到水汪汪的 那你就沒有辦法呢 可以是 做到呢 這個是 很野味的鑊 有鑊氣的 這個效果的 OK 行不行 那呢 大家想做到呢 有這個鑊氣的話呢 就一定要保持那個鑊的乾身 由始至終 是不是呀 那為什麼呢 其實呢 為什麼呢 我要將那個 就是將呢 那個苦瓜 要出盡 九牛二虎之力 我都要和它脫水 除了是因為這個苦味 其實苦味 我本人呢 就可以接受到的 我的子女都接受到的 那只要加一點糖 去炒 夠油水的話呢 其實苦瓜就不會很苦 只有甘味的 但是為什麼 我也要花盡 九牛二虎之力 被人說我這個 製作這個junk food 我都要是和它去脫水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在外面餐廳吃的時候 是的 它的確呢 那個糧瓜很好吃的 但是總是好像不知 差了些什麼 這樣 尤其是它說 糧瓜炒牛肉那些呢 為什麼要這麼厚 這麼重的芡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出水 OK 那我為了要避免它出水 為了要達到那個 所謂的 鑊氣的效果 所以呢 我就一定要和它脫水 那大家 先是看到的 我不單止是 它不會出水 還要是我要沾水下去焗它 是不是 怕它焦 是不是 那記住呢 記住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們要是要做到那個真正的有鑊氣呢 那種野味的口感的話 無論任何時候 大家看回我過去那三百條片 我全部都強調一件事 不要有水啊 你想有鑊氣 見水就即死了 就沒有了鑊氣 什麼鑊氣都沒有了 為什麼要打蜆呢 因為有出水 那你 唯有就是要打蜆 去補救 但是你打蜆因為出過水 你打蜆之後 其實那個鑊氣 都是打了折扣的 OK 行不行 這份是 大家記不記得 我農曆新年的之後 我曾經發表過 這個是清炒菜院 大家看不看到我乾身到不得了 是不是 炒菜炒到熊熊的聲音出火 是不是 是不是 最後大家 我見到我起鍋的時候 那碟菜心有沒有水啊 沒有水 我告訴大家 我那碟菜心 我整家人由大到小 全部讚不絕口 哇 真是酒樓都吃不到這樣的鑊氣 就是因為我沒有水 從頭到尾都沒有水 我不是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你打蜆不是不好 是好的 不過呢 你打蜆呢 除了美觀之外 其實更加大的 最大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因為它出水啊 所以你必須要打回玻璃蜆 收回水 讓它靚仔一些 但如果我們夠游水的話 我們是不應該打蜆的 因為一打蜆 即是見了水 見了水的話 始終來講 我起鍋都會爭少少的 大家要記住啊 那這個菜 我又不需要多介紹 不需要多總結的 大家看著照做就可以了 簡單快節 喂 我又不用醃食 我去豆腐店 魚蛋檔 買個福建魚雜回來 它本身就不是很鹹的 所以大家見到我鮮頭調味 我都照調味的 不怕的 這樣呢 喂 虎瓜 最大的就是要出水 要它脫水 是不是 我會在說明那裏 給大家 跟大家分享 怎樣去脫水 即是不記得的 就可以看回 不知道原來要這樣脫水 就可以去看 大家如果跟開我超過半年 都知道我炒的虎瓜是怎樣 怎樣去脫水 OK 行不行 這個總結簡單 我又不講那麼多了 當然去吃飯 是不是 這碟菜夠精緻了吧 不過都沒辦法 魚摘多過頭 因為虎瓜配不到這麼大條 OK 好嗎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又簡單又快捷 喂 城市人 又不用預先做 我這個很方便 是不是 大家試一下 好嗎 OK 虎瓜胸一定要試 OK 拜拜